妳知道誰的金子裡面有...有人嗎? 呃... 不知道 毛利小五郎 因為他小... 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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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欸胸部碰到算嗎? 再一次啊 胸部太大了 再一次 我們今天要來 零步舞挑戰! 我們今天的終極大挑戰呢 就是要來挑戰 輝哥的高度 輝輝 嗨 我有說好了嗎? 我沒有想要參與這一次的露營啊 行 那我們要怎麼挑戰輝輝的高度呢? 就是 等一下輝輝從桿桿走過去的時候呢 他走過去的時候 尾巴的最頂端 就是今天我們要挑戰的高度了 那我們就開始囉 110公分挑戰第一關 預備 GO 看起來頗簡單 太easy了吧 直接這樣10公分 開始 100公分挑戰 那已經在我的腰這邊了 我覺得太簡單了啦 不然妳邊唱歌邊走過去 邊唱歌? 嘿嘿嘿 應該可以吧? 我來試試 100公分挑戰 呃呃 GO 呃 妳是想不到要唱什麼 哇 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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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越過了學校 花店 花業都 海邊了 哈哈哈哈 剪掉 剪掉 哈哈哈哈 又加都哭了 下一關 吃吧 90公分 已經到我的差不多肚臍的地方了 那我們這次挑戰講一個笑話走過去好了 哇 不知道我要想一下 好來準備 3 2 走 有一間學校呢 有一個學生他叫做李美紅 然後他不怕蟑螂 他可以徒手抓蟑螂 然後有一天老師上課的時候 就問學生說 呃 每一個人都會有自己害怕的東西 像老師就很怕蟑螂 請問班上有沒有同學 不怕蟑螂呢 然後小明就說 老師裡面有紅感啦 呃 哈哈哈哈哈哈 我小明就被處罷了 是在說什麼 老師你不會紅感啦 你不會紅感抓蟑螂啦 好 想要來去了老師 哈 我講一跳好好穿 呵呵呵 對嘛 這樣90公分才會有看頭嘛 下一關 80 我就不會講話了 給他講 呃 吃掉了沒 欸 欸 已經帶路了 現在已經在100公... 呃 不是 80公分了對不對 對 80公分已經在我的屁股了 感覺就有一點挑戰囉 好了 妹妹我來了 呃 呃 哇 哇 Easy easy啊 怎麼樣 我現在已經害怕70公分了 70公分 GO 那你現在還有辦法講笑話 還要再一個笑話嗎 哈哈哈 好來可以可以 來來來來 好來準備囉 3 2 走 那我要問你一個問題喔 你知道 誰的精子裡面有 有人嗎 呃 不知道 毛利 小路郎 因為 他 哈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 你以為他突然大笑 因為我剛剛突然就懂了 再一次啦 好再一次 對對對 我剛剛用血池 我剛剛其實可以過的 是你突然大笑 他有抓到牙齒 好 對不起 好 不跟你講 好 呃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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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要像那個體操選手那樣 翻完之後 哪是這樣 他們 這個絕對不是韻律體操的樣子 不含什麼 他們是怎樣 不是他們翻完下來都會那個 好 我們還是趕快進行60公分好了 這已經是一個 桌子的高度了 因為我坐著差不多可以這樣爬在上面 哦 很誇張耶 很吸耶 好我們還是趕快進挑戰吧 GO 我覺得你的眼神不夠堅定 好 GO 哇 這個真的很低耶 哦 哦 哦 吼 欸胸部碰到算嗎 好 那再一次啊 胸部太大了 再一次 我們要嚴格要求我們自己 請不要不受控 開始 好 開始 好累哦 好來準備 3 2 走 等一下 哇 哈哈 哈哈 為什麼我現在那麼累 我今天全身在捅 告訴觀眾 告訴觀眾 60公分 60公分 好 走 來 準備 3 2 走 2 1 2 1 1 1 2 1 2 1 1 體力真的有可能過不去 你看我坐姿的時候 他已經在我胸口了 最後一場挑戰囉 你看他的表情 你看他的坐姿 看不起我的感覺 50公分挑戰 GO DON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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導遊們會會挑戰 50公分 GO 過 過 我都不敢講話 我都怕影響到你 哇 你剛剛到底是怎麼過的啊 我發現頂活舞其實這個遊戲 大家都一直以為說它是比腰力 其實腰力稍微有 可是我覺得最難的其實是這裡 核心 然後跟腳 為什麼會過去的時候會擋下去 就是因為這邊頭不住 你上半身的身體完全是懸空 所以如果你這邊不撐 你就會掉下去 我過去的時候呼吸就是 給你看我的腳是怎麼過的 喔~~ 就是直接整個偏開 就是直接整個是用這邊在走路的 才會辦法過去 你腳這樣子你這個筋要很開 所以你才能這樣走 總是要再挑戰自己的極限 挑戰45公分 真的喔 我要挑戰自己 好 出發 我剛才想說5公分可以這樣一斤斂裡吧 我怎麼知道它這樣這麼多 45公分 Let's Go 好 過不去 我跪著過去看看 因為剛才是踩完腳力 當然我覺得有腳真的不行 可是我想要測試看看我的腰力 有沒有辦法過試試 Go 好 Go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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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哈哈 哈哈 你怎麼說 沒有辦法講話